enfants 喂 大家好 裝模式的時候 我突然找到一隻 我才想起來還沒拍片 我以為自己拍了 然後純粹撲了照片 去撲了照片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因為我有把大 我打算不保持一把,看看有沒有興趣 這把是什麼呢?這把就是 Stone Wood Design的一把頸刀 如果大家有時上Facebook或Instagram 可能有機會都見過他的作品 我跟他有一定的聯絡 所以有時他有什麼新的東西都問我要不要 很多時候如果有興趣的話我都會要 如果有朋友想要他的東西 你都可以告訴我,到時候幫你留意一下 但這把真的好 你留意什麼都沒用 因為他近來才開始做皮套 因為他一大段時間最初有做皮套 然後就不做 然後就做了Kidex套 那些就便宜一點 但他的東西最好都是有皮套 有皮套最好 那他的頸刀呢 他的小頸刀呢 是很有特色的 那這個皮套是自己製的 連這 這塊銅的Hatware也是他自己製的 那除了這條鏈之外 這裡 所有東西都是Handmade出來的 那一個很漂亮的皮套 那我不特別有皮套 但我看他來這邊都做得不錯 其實都做得很漂亮 相當之漂亮 那些Fitting那些全部都做得很好 那看看這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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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豬肉刀 那這把是S35VN的刀 那兩邊就是 COPPER的刀 那它是 黑 它是黑的 那它是有種很 Steampunk 很Retro的味道 那我跟他聊天 我問他 那你 你怎麼定性 你自己製造這些 那個Style 我問他 你這個是不是Steampunk 那他說不是 他說這不是Steampunk 他說這個是Diesel Punk 就是他稱為Diesel Punk 那這個名字挺有趣的 那它的 刀呢 就很精緻 即是手工超多 你看到它這些 這些 這些 任何這些 大部分東西 都是用手拿出來的 它有些就可能用 Bell Sander Grinder 就是這些 上面的圓位 當然是這些 這些 但是這些 這些 這些 那些 這些 那些都用錯錯了 如果你有看它的Facebook 或Instagram 它不時都會 分享一下它的製作 那些真的 真的錯猛了 老實說 不用做 睡覺不好 所以這個是 一分錢 一分課 完全合理 這是相當精緻的 你當一個裝飾藝術品 大身都真的 這些就是品味 最緊要 又是那句 你不是買就有 沒有 沒有 它都沒有貨賣給你 你想買又不行 原來全部都留了 那你很精緻啊 這個 有時候你當是一個 跟人交談的一個話題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打開 話題的一件item 都是相當好 就是拿出來 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那樣東西 那皮套的帥仔 吊了一頸 幾帥 皮套型很多 其實它以前有些 那些皮套再誇張一點 不過那些它是真的 很特別 只是做一件的 那些是one off only 那些 那些就再誇張一點 那些我想貴一點 可能要上到 七八百美金 價錢才可以有 但是這個真的 我覺得 從價錢 跟物件來說 比例 這個真的是一流 又有漂亮的皮套 嘩 多棒 你可以穿條繩 那拿去 其實真的可以用的 野外用都可以 切一點點東西 即是你在香港 走山 你切得多少東西 你不用太大把刀 即是露營當然不行 但是 走一山下去 真是 啊 挺有意思 好 先拍一張照片 我拍完這條 我再拍一把 另外一把大的 另外一把大的 先拍到這把 這把是 stone wood design的一把 頸刀 這把 這把 理應都是歸類為 都是custom 都是custom 這把 不可以說 不是custom 它連 套上的硬件 任何東西都是它做的 這把當然是custom 好 介紹 到此為止 拜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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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